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erine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李子言的生日约会吧 这个生日约会叫做 惊喜之约 她写什么 又到了李子言的生日 这次我准备嵌她不在的时候 偷偷跑去她家筹备生日 却没想到被她抓个正着 但出乎意料的 她同意我在家为她过生日的计划 为什么不同意啊 她应该心里暗姿窃喜吧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咯 马上开始 天区预报 有橙色大雪警报 这么严重啊 随时暴风雪猫 啊 感觉好久没有看到下雪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 然后打开首席部门 李子言的房间呢 她的家其实看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古典 果然是很那种 就是那种很像 电视剧里面会出现那种 比较传统的家庭 比较传统的豪宅的感觉啊 对啊 因为她整个家风格 都还蛮古典的 除了她的吊灯啦 吊灯稍微的现代风一点 李子言 生日快乐哦 我们在自言自语吗 她都没有传统进来啊 怎么咯 哦 该不会还没有回来吧 我们在关心那个 航班的动态 先把蛋糕放进去哦 所以我们准备了蛋糕 还准备了字母气球打气 打 拆开缠成棉花的彩灯 挂上特别定做的三角旗 感觉超热闹的哦 外面又下雪了 唉 看了她就回不来了 我们还准备礼物耶 我们准备什么礼物啊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把礼物放在卧室比较合适 什么礼物啊 虽然有三床他人卧室的嫌疑 但只是放个礼物就走出来的话 应该不算过分吧 该不会还在卧室里吧 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直觉 里面天还没亮呢 即便礼物也不再张 多次一对一汇报 留下的心理阴影 还是让我习惯性的放轻了手脚 唉 等一下 拉的眼丝和缝的窗帘 只会为扬起一脚 我摸索的打开灯 却同时倾见 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果然啊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在家 全在家里啊 在睡觉 呃 早 早安啊 昨天好笑 绿子也被我们吵醒了 眼里还有惺忪的睡意 醒来第一件事情 找手机 每个人的常态啊 我之前看到一个图啊 它写说 2019年 你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 你是什么 我看它写着 帮手机充电 我觉得超有道理的 虽然就很好笑 可是很有道理啊 感觉我们现在的人 没有手机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现在几点了 哼 果然啊 他伸手去找手机 哇 怎么了 我直接朝他扑了过去 将他脖子牢牢勾紧 笨蛋 反正今天你这样有多少变笨蛋我就开心 女主应该每天都开心吧 说说 偷偷来我家是想做什么 上次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吧 我今天忘在你家了 所以 三天前要的东西 放到今天才来拿 你还蛮有钱占星 这个理由太烂了吧 不是 是因为 我把他看到的礼物盒了 糟糕 要给我生日惊喜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马上就 我没说不喜欢 来都来了 就随你安排吧 不过明明记得你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啊 事情处理完就提前回来了 赶快睡觉吧 等我布置好了再来叫你 怎么了 握着巴舌的水还没松开 另一股反坐容力 又将门朝后拉去 一抬头 正堆向门那边理解的脸 怎么不再去睡一下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能在床上赖到地牢天荒吗 那我不管 反正现在你不许偷看 请把你的期待留到最后一刻 笨蛋 我是去洗漱 嗯 好的 去吧 听到她在偷笑咯 果然啊 她在偷笑 好 那我们来安排吧 安排了生日派对 听见浴室中若也若现的花花水声 女主又脸红了 女主请不要随便想象很恐怖 我感觉啊 就是 就是四个男角嘛 其实我每个男角都蛮喜欢的 可是只有李泽言 我总觉得她有一种 处处透露这种长辈的气息 所以我就觉得她跟女主相处 很像那种 就是爸爸带女儿啊 就是长辈带 带后辈这样感觉 所以每次看她的约会 都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好像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吗 应该要这样做吗 这种感觉 李泽言 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进来吧 我们要叫她帮 哇 等一下 我们进去浴室了 真是假的 她浴室蛮酷的 好小天窗 还不错 蛮好看的 可是这瓷砖怎么是蓝色的 好立体 她的刮胡子啊 原来这个画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这个卡片 进化后的样子吗 还是进化前 她的刮胡子 还要把衣服扯开 豪迈的刮胡子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平日里气场压人的李泽言 在此刻占夺了分性感的味道 应该不是你的错觉 虽然是我总觉得有种 有种很诡异的感觉 打算看多久 我 我就是来请你帮我开一下这个盖子 离得这么远 我怎么帮你开 那我帮你扔过去 但 我是让你过来 我怎么 我们怎么连个盖子都打不开啊 然后我们要 我们要跌倒对不对 继续跌倒 好没有 不过她手是湿的 应该也不好开吧 不准超过喷彩带 喔 这是彩带的罐子喔 那就算了 我先出去 你慢慢休息 喷彩带很好玩 哇 这个背景太漂亮了吧 超美的 他们居然特地把这个背景 真的放上了现代背景 不是现代了 生日背景 太酷了吧 我超喜欢的 好美喔 超美的喔 结果没有想到撞向了李泽眼啊 一回头 李泽眼已经换衣服了 你都看了多久 也不知道是谁站这里傻笑半天 想不注意也难 不是说不可以看的吗 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要偷看 我先手去遮理姐的眼睛 她就轻而易举捉住我的手腕 朝身后的布巾看去 唇角微微弯起 反正迟早都是给我看 气球是我亲手打的 彩灯是我亲手挂的 还有这个香槟 粉 玫瑰花藏 也是我亲自布置的啊 是你亲手中的 是你亲手中的 是我亲自跑了好几家花店 才订到的 看来你对自己的美感 还蛮有信心 反正 我之前送你的大柴玩偶 海盐糖 你嘴上说不喜欢 还不是说得好好的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背景的 这个蛋糕也好美哦 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真的把这个背景换了 气球上的生活叫得到是亲热 则言 其实是因为字母L被我打爆了 真的吗 你放心 下次我就会买品质更好的 怎么啦 她的手指触不及防的贴上我后颈的皮肤 哪有一种报复人的 他在冰我们那一株吗 有这一几度人的功夫 倒不如对自己多用点心 我们去拿出蛋糕咯 蛋糕看起来超美的 是中间那个黄色的对吧 真的超美的哦 不论是谁看到都会开心吧 就算是理责研究的人 应该会开心的哦 其实不讲而已 哇我们关到灯咯 拿起蛋糕 灭水灭脚的靠近 蛋糕上咬一着点点烛光 映出他转身时的微愣的眼眸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浪漫哦 黑暗中唱生日快乐歌 这是你做的第几个蛋糕啊 我们买的啊 谁跟你说我做的 我们第一次都成功了 不过为了达到你法国蓝带籍的评审标准 我可是重做了好几遍 上面的字是你写的 该练练了 你就不能大方的表扬我一档枝吗 歌唱的还不错 这个人就是故意的 这个人就是故意的 我们拿出什么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啊 对了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来一起给你 什么东西 金光灿灿的纸王冠 世界上唯一的 竟用我全手工打造 绝无仅有的生日王冠 慰问布鲁岩校的K 加面 怎么都好笑啊 他忽然变黑的脸 帮我戴好王冠 他脸色很难看 为什么要难看 给我吹蜡烛了啊 今年 你可要学会自己许楼 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代劳的 说他这个啊 我好像没有看他去年的生日 生日约会啊 有看吗我就忘记了 那个时候我刚晚不久 所以说 没有这些注意这东西 你许了吗 许完了 许了什么 我可不是光靠愿望满足的笨蛋 哼 年龄越大的人才会越无欲无求 幼稚的人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幼稚的人现在提醒你干脆吹蜡烛了 然后吹蜜喽 又再次先repare 西黑 我没有鬼使神猜的 问出了那个在心里逼了很久的问题 李泽燕 你是不是特地提前回来和我一起过生日的 只是凑巧 真的吗 就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口是心非 这几天我可是随时间测航班动态的 而且你刚才的心跳声明明就很快啊 你当自己的耳朵是听整气吗 是测谎机 其实啊我觉得 就是 心跳没那么容易听到吗 闹也闹够了 就准备起先去拉开窗帘了 我的手腕忽然被他一把抓住 整个人毫无防备跌入他怀中 震荡我那你没办法了 你...你只是要打击暴腹吗 是秋后算账 照耀撞骗 擅闯死债 饶人清梦 说说 哪年用你了 见识不妙 我本想掉头就跑 他就早已不留痕迹地拦住我的腰 究竟是一片漆黑 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我妹子狼心骗你 还不是想给你一个生日惊喜 难道你就不想和我一起过吗 明知故问 肚子笑了 该吃东西了 我五点起床到现在 还什么都没吃呢 那就乖乖坐好 等我替你做早餐 哇这个最棒了 超棒的 蛋糕呢 当饭后甜点 真觉得啊 会做饭的人真超棒的 哼 我像得到了圣职般 欢呼缺烈的像窗边 拉开窗帘 屋子顿时明亮起来 哇这个背景真改了 这背景真把窗帘拉开 我觉得他们这次对这个背景 还蛮用心的 超棒的 哦 差点忘了今年的生日礼物 什么生日礼物啊 包装纸上的柴犬头 盒子里静静立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水晶球 哦是雪花水晶球啊 雪地中央并肩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人 中间还一小团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左边的是你 右边的是我 中间这个美你也好的小黄球 是大财 哎 哎我有点忘了 就是女主跟李杰的那个柴犬的事情 是怎么样有点忘了 我只记得他们之前去逛那个 马戏团的时候拿那个柴犬糖果吗 然后呢 又是你亲手做的 当然了 我们今天是十项全能 我们还会做水晶球啊 天啊 怎么会想到送我这个 原本想要说因为你什么都不缺 但想一想 如果今天说出这句话 她的围养的唇角要垂下去了吧 其实是因为 我希望你所有的美好回忆 都能像这个水晶球一样 永远停在这一刻 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 当你看到她的时候 就想起这个下雪的生日 还有 我希望有关你的每个重要日子 我都能陪在你的身旁 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水晶球 在停滞的时间里勾勒出一个剔透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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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语言感叹都成了累赘 随意里仿佛的种子破突发的声音 嗡嗡中响 我忽然反应过来 李贼恩 你是不是 我要暂停时间了 真假的 哇 她又亲我们的女主了 落在额头上的新额头 可以 以后所有重要的日子 都在一起 不会再错过了 最后那个时间暂停 额头尾也太浪漫了吧 感觉那个画面已经超微美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一约会就看完咯 我今天觉得啊 他们这次把那个背景 都有做过那个改变 这也是超酷的 这一点真的还蛮用心的 然后词情我觉得蛮好玩的 蛮有趣的 我觉得是一个蛮温馨的词情啊 蛮温馨的 李贼恩果然还是李贼恩啊 标准的口是心碑 是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欢的话 请帮忙按一个赞哦 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还有 别忘了计计计 一次要订阅的话 记得开启铃铛 就可以收藏通知 感谢收看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